當然其實簡單來講算是個好事情 還是沒有人出局 林志聖也打第一球 在左半邊穿越行程的安打 三個項的江昆宇要輕鬆回來得分 一局上半到目前為止 江國豪還沒有拿到任何出局數 中信2比0領先 提到這個投手最重要的這個下盤的穩定度 能夠提供給他們投球最主要的力量 蘇維達這一棒在右半邊角度很刁鑽 最後是落在界內行程的安打 這個球一路是滾到的穴打牆邊 張正偉才接到球 現在回傳過來 已經是回來1分喔 跳那兩位就是有一點會陷入低潮的選手 這一球打在了右半邊 野手接到球之後選擇殺本壘 結果是玩了一拍啊 主審是比出了安全回壘的手勢 江坤宇或是現在場上的郁東華 這一球打得強勁在右半邊跌球落地 又是一支安打 三壘上的蘇維達要輕鬆回來得分 原本在野上的跑者這個時候也連尻兩個壘包 陳子豪來到了三壘上 終於兄弟在一局上半 團隊現在真的是棒棒開花 一局上半的表現 球的速度是有的 江坤宇傑這一棒又是穿越了左外面的防線 終於兄弟要再下一層了 今天的先發補手補上的安打 也使得比分現在形成了六分差 江國豪回頭看了一下二壘上的跑者 這一球打在了左半邊 最後在左外眼前落地 繞過三壘之後 岳東華要拚粉壘沒有問題 終於兄弟再添一分 黃輝晨單局雙安 這一支安打帶有打點了 沒有因為被打那就頭的比較傻 結果林志勝這一棒今晚有點受到擠壓 但還是剛剛好越過了二壘手的頭頂落地 位置 打者雖然受到了擠壓 但是他最後的一個進的位置還是高 比賽中我跟球有肌膚之輕 被K到 這球咬得扎實 中間方向林哲軒一開始往後追 跳起來沒辦法接到球落地 形成了安打 越上了林志勝這時候繞過二壘 準備往三壘以來做推進 打擊的蘇維達則是站上一壘 這個球出手打在了左半邊 要看一下距離夠不夠遠了 高溫靈完成接殺之後 現在林志勝決定要拚 三壘往本壘衝 這個回到球傳偏了 所以林志勝回來攻下了忠信兄弟的第八分 投到了第三輪 當然要讓打者看一些不一樣的 接下來因為球數是投手落後 直球硬拚被打成了中間方向的安打 林志勝接到球 這個球回傳過來是沒有任何落地 見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出現任何的三陣 這個球有點受到擠壓 不過在中左外野方向落地 又是一隻安打 蘇維達完成猛打賞 而且現在詹子嫻要拚三壘 沒有問題 但今天是繳出了三支三的表現啊 陳子豪打第一球 在右半邊已經是 進入到了手臂範圍 現在要看看三壘上跑者的速度了 這顆球距離夠遠 林志勝其實很明顯 就是往二壘丟而已 這個球技聯盟已經是修改規則 可以多準備一位洋將 但要換人並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左外面的平飛安打出現 詹子嫻來處理球的時候 稍微露了一下 回散就過來 結果是來不及 應該會去抗力 二壘省蘇建文先生是 裁定safe 但球場就練第一時間 也馬上走出休息室了 主審王泉文先生這次戴耳機的時間 現在是拿下來了 所以挑戰失敗 還是safe 這也代表詹子嫻要被加進一次 四手被失誤了 就是有點 好像眼睛比較早離開那個球 雖然這回傳球還蠻準的 最後岳東華手套拉起來了 剛剛好 講之前的右腳已經先通過了 中華職棒能夠 閉門開打 其實也跟 這整個台灣的防疫做得好 有關係 來看一下場上 高宇傑 這打第一球 是有機會拼二壘 中英兄弟的先發俯手 年輕的高宇傑 五局上半一上來就有貢獻 如果拿掉第一局來看的話 其實還是有競爭力的內容 不過就是第一局掉分太多 這邊又出現了一次爆投 江國豪投出了今天的第一次三陣 接下來打直要輪到江坤宇打第一球 富豹漢將在那一手被屈前的情況下 二壘手沒有辦法攔下來 楊敬豪讓這個球穿越過去 三壘上的高宇傑要輕鬆回來得分了 蘇格達這一棒 投手正面碰到之後 彈到了三壘方向 范國城這個球接了兩次沒辦法接好 現在 張子賢準備往三壘跑 結果這個球 誤打誤撞喔 李宗賢卻等在張子賢推進了路線上 對 這個城王左半邊打 最後是穿越了三壘手的管區行程 安打 而且球是沿著邊線滾了 現在蘇格達繞過二壘 準備往三壘推進 如果三壘準備要回攻本壘了 回傳球過來 只能夠來到轉傳人這一關 蘇格達連奔三個壘包回來得分 現在 現在 現在得要 往本壘板中間來塞 沒錯 還是個對決的情形 變化球收到了效果 這顆曲球讓蘇格達揮棒落空 林玉泉揮棒落空 遭到了參與者三陣 面對林玉泉也是很快的取得球數領先喔 這一顆直球進來 哇 測速槍甚至亮了紅字喔 林玉泉也是揮棒落空遭到了三陣 但是感覺上進壘的一個多元性變得更多了 一二壘接近的滾地球 二壘手接到只有約德華傳向一壘 比賽結束 在九局的下半 蔡麗圈的投球相當有效率喔 連續抓到了六七八三棒 也讓中英雄李最後就是以11比0 玩瘋了復包